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胃肠疾病包括急性胃炎 慢性胃炎 消化性溃疡 急性肠炎 慢性肠炎 功能性消化不良 功能性便秘等 常见胃痛 胃皮 胃着热 嘈杂 腹泻 嗜泻 纳呆纳叉 便秘等症状 老百姓吸称胃病 胃肠疾病尤其是慢性胃炎 消化性溃疡 慢性肠炎 对人体的危害与健康的影响持久而广泛 如果长期得不到有效治疗或久之不遇 会引起胃肠黏膜溃烂 溃疡 穿孔甚至癌变 关注大众卫生话题 倡导健康生活方式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本期吉林卫生 首先我们欢迎今天来演播室做客的嘉宾 来自长春中西胃肠病医院 消化内科的崔铁娟 崔主任 你好 崔主任 你好 崔铁娟 长春中西胃肠病医院消化内科专家 从事内科临床工作40余年 擅长心脑血管疾病及消化道疾病的诊断与治疗 尤其对胃食管反流病 反流性食管炎 巴莱特食管 溃肠性结肠炎等疾病治疗 有独到见解 崔主任 其实今天我要跟大伙 咱们来聊一聊的话题就是和胃肠病相关的 我们知道胃肠问题可能在生活当中 也是大伙最为常见的 不管是大人孩子都会出现一些胃肠不适的症状 那么像哪些常见的症状是属于胃肠疾病的 为什么现在在我们这样的人群当中 这种胃肠类疾病会这么多呢 与咱们社会一些因素也有关系 由于社会咱们一些发展也特别快 人们生活节奏都非常快 他们的工作的压力和一些生活习惯的改变 促使现在还有饮食习惯的改变 促使一些胃肠病的高发 那也就是说其实是因为我们现在人的生活习惯的原因 而导致这种胃肠病高发是吗 那你看我记得在我小的时候 比方说吃东西的时候可能会有点贪嘴 结果自己会出现了一点像胃酸胃胀 甚至是偶尔会出现呕痛腹泻这样的一些症状 那你看长大之后可能偶尔多吃了一点寒冷的东西 那也会出现像胃部不适的感觉 那么如果这样的情况可能没有引起足够重视的话 时间长了 它会给我们的身体带来什么样的伤害呢 时间长了嘛 有好多人就是轻的时候真不在意 实在严重了才能看 有的人都挺到最后到的也特别严重 一查都真是有问题了 都需要手术了 到这个发展到这个程度 才去及时就医 所以说这样的必须得 有病早看 早发现早治疗 病治在那个萌芽当中 把病早去就治好了 因为你病越发展 由炎症到糜烂到亏痒 到最后严重的穿孔 或者是癌变症 到这时候治疗那就很棘手了 可能在生活当中呢 很多人都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比方说像胃痛啊 腹胀啊 恶心 泛酸 腹泻这些 胃肠不适的时候啊 可能就是简简单单 在自己上药店 买点药 吃一点 然后呢 等到症状缓解了之后 可能这事就过去了 不再管了啊 那这样的话 是不是也会导致 胃肠疾病 这种久之不遇 包括像反复发作 这样的一个原因呢 可以 有好多人嘛 还有你 到临床 到医院去就医的时候 你看有的病人 到你坐胃经 你看 都已是胃癌和肠癌了 结果医生一问他 有没有啥症状 他说真没啥症状 结果一检查就发现 有的那个肿瘤 特别是肠道的肿瘤 镜子都下不进去了 有的都出现耕阻了 这样才来就医 所以说 有病子 这个是 早期检查 是非常必要的 检查之后 因为 针对你的病因 进行药物治疗 这样你就是能 即使对症治疗 疾病 就是早早就好了 胃肠经检查 主要就是可以明确 胃部的疾病 和肠道疾病的情况 进行胃经和肠经的检查 是针对胃部疾病 和肠道疾病 最准确的检查方法 如果一般的检查 不能够明确 病情的情况下 主要是采取这种检查 那你看刚才 其实我们也说到了 很多人可能会 出现了胃部不适的时候 就是简单的 自己去医院 买点药 缓解了 那我想问一下 其实这种缓解 可能从您的 专业角度来讲的话 是那种表象的缓解 并没有真正的 对症去做治疗 那么这样的话 能够会给我们的 这个胃肠道 带来一个什么样 隐藏的一些危机呢 因为它这样吧 因为胃病发展 是有一个慢性的过程的 就开始是一种 轻微的炎症 表浅的炎症 吃了点药 它就症状可能就没有了 没有了 人们就不在意 实际的对胃肠的疼痛 有的人不太敏感 胃肠神经 也是不是那么特别敏感的 所以表现的症状不明显 所以说这样呢 就很多人都是 就厌恶了治疗的死疾 使病情发展 就是比较重了 那您看可能很多人 到了这个医院的消化科 去检查的时候 可能都会提到 这个胃肠镜检查 这样的一个概念 其实大伙都知道 这胃肠镜检查 可以帮助医生 对于我们一个患者的 胃部和肠道 进行一些 这个视觉上的直观的检验 不过呢 由于进行 胃肠镜检查的时候 多少都会带来一些 这种不适感 所以很多人 对于胃肠镜检查 都是有点排斥心理 也对这个胃肠镜检查 其实也并没有 太详细的了解 那么我想问一下 哪些人 或者说是 当什么样的症状 出现的时候 那就是在告诉我们大家 应该去做 胃肠镜检查了呢 这个问题 一般的临床呢 30岁以上的人 或者是经常有反酸哀气 恶心了 有的严重度到呕吐 还有腹泻 等的就是胃胀 胃酸 这样的 所以这样一些病人 人群 或者是有亏养病的 有萎生性胃炎的 有胃出血的 有呕血的 或者是黑便的 这样的病人 还有呢 癌高发地区 有的地区 这个地区就是 肿瘤病人特别多 癌高发地区 再有呢 还有那个 有肿瘤加住室的 这样的病人 应该去及时地检查 胃肠镜检查 是目前 消化内科 常用的一个检查 主要是通过内镜 观察胃肠道黏膜 有无异常 以及凸起 同时还可以 以去组织进行 病理检查 以及对胃肠道 吸肉进行切除 消化大出血 止血等操作 但有些人 比较敏感 不能耐受 容易恶心 呕吐的人群 可以考虑进行 无痛胃镜检查 一般检查过程 没有痛苦 其实在我们 以前的节目当中呢 我们也知道 很多疾病啊 都有一个 检验的筋标准 那为什么我们会说 胃肠镜检查 它就是消化到 疾病检查的 筋标准的 因为胃肠镜啊 胃肠镜呢 通过镜下 咱们可以 在镜下当中嘛 它继续看了 可以起到诊断和治疗 可以取病理确诊 明确诊断 它可以在镜下 看到微小的 癌前病变 和小的一些 就是遗产的变化 因为就可以 在通过镜下 就可以发现了 因为胃肠镜 它在那个 显示屏上 有一些那个病变呢 咱们还可以 直观地 反显到显示屏 患者本人和家属 都可以看到 所以胃肠镜 在诊断和治疗上 特别方便 这个 是目前比较高端的 一个筋标准 因为它的诊断 它在镜下 取了病理之后 咱们就 取材之后 就可以送到病理了 病理呢 就是最后的 最那个什么呢 阶段的诊断了 所以特别精确 胃肠病的成因复杂 有饮食失常 精神情质失调 外感病邪 过劳过亿 药物毒副作用 等环境因素 以及素体因素 和内生致病因素 等体质因素 这些因素 不仅与胃肠病的 发病有关 而且与胃肠病的 康复关联 因此 预防和治疗胃肠病 应树立处处防的观念 大事小行 都需注意 节目的最后呢 我们也想给 观众朋友们 一些温馨的提示 胃肠镜检查 已经成为了一项 比较常见的检查 它能够帮助患者和医生 很好地知道 这胃部的情况 所以 是在发现自己 胃部和肠道有不适 或者是一些异常的时候 您一定要 及时进行胃经检查 帮助自己 正确的发现问题 早发现 早就医 好了 观众朋友们 本期节目的卫生 就到这了 咱们下期节目 再见 再见